55歲的那位女病人 其實她有長期病患 主要有高血壓 血脂高 還有一些膽白尿 她應該是昨天的7點多鐘 在她工作的地方突然覺得左邊身沒有力 所以就叫了救傷車 送去明外醫院急証室 當時她的臨床病徵 再加上她的腦掃描 都懷疑她是一個腦血管生失的中風 我們就把病人進院 進入急性中風的內科病房 醫生經過診斷和家人商量過 給了一個容山中風的治療 就是一些藥打到身體裡 希望把那個血管 塞的血管把它通回 做了治療之後 病人就送去 我們講話醫院的神經外科的家護病房 但是去到凌晨的時候 病人的情況突然轉差 心臟一度停頓 需要做心外壓 經過搶救之後 四點多鐘 病人就送去我們深切治療部 可惜其後 病人的情況都是持續惡化 直到今早上四點五十一分 病人就離世 我們看到這個個案 看見她的死亡都很快 我們都交由了死因裁判官去跟進 也都知道病人在3月2日 接種了新冠疫苗 所以我們就即時通報了 醫院管理局的總辦事處 醫院管理層 和衛生處 せ請問 traineesango oath 館 館 肯 кв, 沒敗癒 來謝謝大家